《玫瑰大師》 曹蘭 各位夥伴 下午好 我是玫瑰大師曹蘭 全世界有70多億人口 我們能夠在這裡相遇是一個緣分 我們在這裡又遇到愛多美 是我們最大的福分 大家說是嗎 新達成對我來說 是一個非常熟悉的地方 因為在17年前 我曾經在新達成和萊佛市 開了兩個店和兩個推車 興旺的時候我請了七個員工 隨著時代的變遷 互聯網也越來越普及 我的傳統生意也越來越沒落 我的店一個一個關 最後剩下一個推車 員工也是我 老闆也是我 在六年多以前 我遇到了一個美容品的直銷 我非常認同直銷的理念 倍增的理念 也是看到直銷的未來趨勢 所以不久以後 我升上了一個很高的聘位 但是這個美容品會員很貴 五千多塊 它不同的聘位 它的價格又不一樣 然後辦公室那個營銷的費用呢 也是很貴 所以呢導致我的收入 就好像過山車一樣起伏不定 那直到2015年呢 因為偶然的一個機遇巧合呢 我遇到了愛多美 在二月的時候呢 我就遇到愛多美 那三月的時候就加入 成為一個會員 二月的時候就加入成為一個會員 那我認為愛多美呢 才是改變直銷歷史的一個偉大的企業 那我們的產品呢 是沒有差價的 那產品的原料的成本費呢 佔有售價的45% 這是其他行業所不可能有的事情 那我們公司運營的費用呢 也是低過10% 那我們公司拿出售價的35% 用來發放獎金 剛剛那個帥哥歌手呢 問他說 不知道那個夢想百咬是什麼意思 那現在我來回答這個問題 那夢想百咬呢 在韓語 是跟100兆的發音是一樣的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100兆韓幣 那公司把100兆韓幣的35% 發到周圍的人的手上 好不好 要不要 那我們公司呢 老闆呢 是普漢級董事長 是直銷界的喬楚 那他非常了解直銷事業的利於弊 所以我們的獎金制度呢 是他親自撰寫的完美的獎金制度 那我們的公司呢 是直銷的體制 但是呢他跟會員制的淘寶和亞馬遜 電商網絡平台呢是一樣的 那電商的亞馬遜和網絡平台呢 他不能給口碑推薦者任何收益 但是愛多美突破了這一點 他讓消費者成功 他讓消費者成為最大的贏家 他也讓相關的中小型企業呢 能夠通過我們愛多美網站呢 得到發揚光大 那我們愛多美產品 愛多美的網絡售賣的是什麼呢 那吃穿用衣食柱形包羅萬象 對嗎 剛剛我們胡雪奇玫瑰大師已經介紹過了 那各種各樣的產品呢 都有各自的PV PV在愛多美呢 是英文是Point Value 那我們的獎金的計算呢 是根據PV的累積所計算的 那我們的會員的等級和獎金的等級 還有會員的進級 都是根據PV的累積所計算的 那我們愛多美產品呢 是以大眾精品策略呢 售賣絕對品質絕對價格的產品 通過愛多美網站呢 分享給所有的消費者 讓消費者得到成功 那我是做生意的 那打開門做生意呢 一個是要產品 另外一個呢 是要有客戶 對不對 那我們愛多美加入會員的門檻 高不高呢 那我們看一下 我們愛多美產品呢 它的退貨率呢 是在2015年退貨率是0.19% 2016年退貨率是0.14% 2017年是0.12% 在新加坡愛多美呢 是60天的退貨保證 這裡面呢 也包含著訂錯貨的 或者是換貨的那一部分 那我們的重購率呢 比如說你買了 你又想買 那個重購率呢 是90% 所以有10個人呢 有9個人 其中有9個人 都會重複的訂貨 所以我們直銷要的是什麼 就是倍增的收入 那如果是有人一直買東西 一直買東西 你的會員又比錢 越來越多 你的收入是不是 越來越多呢 是 我剛剛講了 打開門做生意 最主要是要客人還有產品 那麼如果是我們加入的門檻很高 那我們的客人就會很少 那如果是這個愛多美加入會員呢 只要在新加坡呢 只要你是一個PR或者是公民 年滿18歲呢 就可以加入一個會員了 如果是一個合格的會員呢 必須要有已經是會員的一個推薦人 推薦的 那我是誰推薦的 你們大家應該知道了 那我們 那我們愛多美註冊會員呢 是沒有任何會員費的 0 那沒有年度的更新費 那也沒有月重銷的壓力 那有些直銷的平台 每個月都要重銷 每個月都要重銷 但是我們沒有任何壓力 只要你喜歡什麼 你就可以買什麼 你需要什麼就可以買什麼 那如果是你要維持 一年的會員有效期的話呢 你只要買一樣產品 不計金額就可以了 在我們的新加坡愛多美網站上呢 最便宜的是鋼絲球4塊 你也可以買 一貫洗手業 五塊錢的一貫的洗手業 那愛多美在你的獎金沒有分發之前 你的PV是永遠不會歸零的 而個人的消費呢 是永遠 是個人的消費是永遠累積的 是沒有歸零的 如果是歸零呢 就是強迫消費了 但是我們的個人消費呢 是永遠累積 永遠累積的 那組織型態呢 是雙軌制 就是兩條線 雙軌制 你有左區的市場 你也有右區的市場 那麼這裡必須強調的是呢 你如果是加入會員以後呢 你要成為一個經營者 你必須消費一萬PV以上 你才能夠累積 左右兩個市場的PV 那如果是你沒有消費 一萬PV以上呢 你就無法累積 左右兩邊市場的PV數 那你如果是用了愛多米產品 你非常喜歡 你馬上就分享給你周圍的親朋好友 那你推薦的第一個朋友呢 就自動滑落到你的右區 左區 你推薦的第二個朋友呢 就自動滑落到你的右區 那如果是你推薦的第三個朋友呢 如果是這個第三個朋友 和第一個朋友是親戚 或者是好友的話呢 你要放在哪裡呢 你必須放在第一個朋友的下面 對不對 你不能放在第二個朋友下面 那如果是你放在第一個朋友下面 他們是親戚 或者是他們是朋友的話 他們可以互相幫助 互相共贏 那我們愛多米呢 是無限代延伸的 什麼是無限代延伸呢 就是你推薦一個朋友 朋友又推薦一個朋友 朋友的朋友又推薦一個朋友 無限代無限代 直到一萬代 如果是你這個朋友在一萬代的朋友 他買了一萬PB的分數 那上面的9999代的朋友 是不是共享這個一萬PB的分數 厲害嗎 非常厲害 所以你做到什麼時候 都是會有錢的對不對 你會越來越有錢 越來越有錢 那接下去更厲害的是在後面 跨國連線系統 如果我們只是做新加坡的市場 我們的組織圖大不大 不大 這個是一個全球聯網的事業 那現在我們新加坡已經 我們全球已經有多少個國家了 14個國家是嗎 非常好 那接下去會開什麼國家呢 越南中國和印度 那你的後面的夥伴 分享分享分享到 來自越南的李德佑 再分享分享分享 來自中國的朝南 再分享分享分享 來自印度的計算值 那你覺得你的團隊大不大 那通過這個系統 我們在韓國有一個超級電腦 一個伺服器來計算全球的系統 那個厲害不厲害 那新加坡的人口是500多萬 已經造就這麼多大師 這麼多領袖紀錄部的成員 那接下去呢我們科普一下 今天我聽到有很多來自海外的夥伴 那我們科普一下 如果是中國的山東省有多少人口 一億個 那作為審會的福州省 福州那它有700多萬個人口 那其中福州省呢 有700多個直銷公司 在那邊設立公司 那包括有三個直銷總部 也設立在福州省 那上海呢 是僅次於新加坡的全球的金融中心 那上海呢有2400多萬個人口 那上海最近最流行的一句話 就是你是什麼垃圾 你們知道嗎 那我也被問過你是什麼垃圾 我說我是濕垃圾 結果我覺得我被垃圾了 我就反問我說你是什麼垃圾 我說他說我是有毒垃圾 還很開心 所以這說明了什麼呢 城市在進步 上海和新加坡一樣 注重垃圾分類了 那麼注重垃圾分類 我們就需要很多環保的產品 那新加坡在愛多美公司 在煙台造了一個什麼工廠呢 用植物製造的環保的 廚具的工廠 還有兒童餐具的工廠 這些都能滿足我們廣大消費者的需要 我們想像一下到未來 每個人都用愛多美的產品 全球這麼多億的人口 都是你的下線啊 這個爽不爽啊 全球連線的經營 GSGS戰略呢 是我們愛多美的事業的目標 那我們愛多美呢 將全球呢 非常好的產品的中小型企業 通過優品量價呢 分享給通過愛多美這個網絡呢 分享給全球的愛多美的會員 從而達到倍增 這個是雙贏的一個平台 愛多美公司呢 已經經過十年的時間 證明了未來的市場呢 是給消費者成功 和相關企業共贏的一個市場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愛多美獎金的分配 愛多美的獎金呢 公司會用30%呢 作為運營的費用 其他70%呢 分配給我們這些消費者 其中安置組織獎金呢 是44% 這裡要注意一下 為什麼公司要把這麼多的獎金比例 分配給這個 在安置組織獎金這一部分呢 因為安置組織獎金 是我們剛剛開頭 我們很多消費者 非常熱愛愛多美產品 非常積極的分享愛多美產品 公司想讓我們顧客成功啊 所以他把大部分的獎金 分發給消費者 然後公司把20%的獎金呢 分發給領導貢獻獎金 6%呢是教育津貼 那我們看一下公司的會員等級 會員等級呢 也是根據個人消費而累積的 那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消費呢 慢慢累積 那除了根據自己的消費 如果是我自己累積的速度不夠快 那麼我也可以通過我的積極分享 積極做組織 來去累積自己的 提升自己的會員的等級 那會員的等級分為五等 那第一個呢是銷售代表 銷售代表呢是你超過 你購買個人超過1萬PV 少過30萬PV呢 那你就是一個銷售代表 那第二個呢是經營商 也叫經銷商 那麼經營商呢是已經超過 個人購買已經超過30萬PV 少過70萬PV 傑出經營商呢是多過70萬PV 少過150萬PV 代理商呢是多過150萬PV 少過240萬PV 精英代理商呢是240萬PV以上 但是呢我剛剛講過 公司不鼓勵你去囤貨 所以呢我們也可以通過 積極分享 來通過小區PV的累積 上個月如果是你小區的 整個團隊小區PV的累積 上個月超過 如果你是一個銷售代表 你上個月小區的PV累積 超過60萬PV以上呢 你就可以晉級為一個經營商 那如果是你是一個經營商 上個月的小區的消費超過140萬PV呢 那你就可以晉級到一個傑出經營商 那以此類推到精英代理商 OK 那安置組織獎金呢 如果你是一個銷售代表 你的獎金等級是8級 那你得到的點數呢 是5點 那新幣呢 上下是25塊左右 那如果是你是一個經營商的話呢 是7級 如果30萬碰30萬的話 左邊的市場 滿30萬PV 所以右區的市場滿30萬PV 那你就拿15點 上下75塊 那上下是一個N價 上下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這裡要詳細說明一下 上下是韓幣對當地國家匯率的 一個匯率的浮動 當天的匯率浮動 還包括了當天PV的總值 除以當天領取獎金的人數 所以這個是存在的N價 N價浮動呢 是25%左右 那麼接下去呢 是70萬碰70萬 你可以得上下150塊 那240萬碰240萬呢 是90點 你可以碰450塊左右 那600萬碰600萬呢 是150點 那上下750塊 2000萬碰2000萬 250點上下1000喔 1250塊 那如果是5000萬 愛多美人最喜歡做的手勢是什麼 5000萬 5000萬碰5000萬是300點 上下1500塊左右 那我們現在在韓國啊 已經有六位尊王大師了 那這六位尊王大師 每天碰的點數是幾億 或者是十幾億了 那麼他們早就5000萬了是不是 那他證明了什麼呢 我們早早晚晚都每天都會碰 5000萬碰5000萬是嗎 是不是很厲害 那我們的每天計算呢 每週獎金分配呢 除了週日和新年呢 還有韓國的公訂假日 那從拜三開始結算 你可以選擇購買的時間呢 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但是如果是你16號不能買15號的貨 但是如果是你是1號的話呢 你不能買上個月月尾那一天的貨 那你從週三開始到下個週二為結算的週期 今天買貨的話呢 截止結算在第二天的晚上11點 那一個週 那領取獎金的時間呢 在下一週的拜二 所以我們最喜歡的是哪一天 拜二 還有呢 還有很多對嗎 那我們新加坡呢 是截止的 就是 組織獎金結算的左右兩區PV的業績呢 是每天晚上 新加坡是11點結算 截止 每個月26天 26天每天都在拿獎金爽不爽 領導貢獻獎金 領導貢獻獎金呢 結算是從1號到15號 1號到15號 16號到月底 那麼分發獎金的日期呢 是每個月的7號和22號 每個月的7號呢 拿是上個月的月底的錢 下半個月的錢 那22號呢 是拿上半個月的錢 這是誰的收入呢 這是我的收入 在愛多美呢 我們的收入架構呢 分為四個階級 那第一個階級呢 是沒有收入 我剛加入 我剛講了 我加入愛多美是2月3月 2月就加入了 那麼2月3月我真的是沒有收入 零收入 到4月開始呢 我才有了第一份的愛多美收入 500多塊 那時候是什麼收入呢 這個收入叫勞動收入 因為我積極從事愛多美事業 積極分享愛多美事業 那在座的所有的人呢 拿著一支牙刷送到很遠的MRT 這種事情我都做過 那這個是我銷售大師 身上銷售大師的時候的收入 那可以看到我的收入已經 一個月超過三千多塊了 那個時候 第三階段呢是被動收入 什麼時候到被動收入呢 我們看一下什麼時候到被動收入 那愛多美的領導貢獻獎金呢 是七個屆位的人 分為七個屆位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屆位是銷售大師 銷售大師呢 我們看到佔這個20%的一半是不是 那公司為了獎勵和鼓勵那些奮戰在前期 非常辛苦努力的愛多美人呢 他把一半的獎金分配給這個銷售大師 所以給銷售大師們一個掌聲 那鑽石大師呢是5% 玫瑰大師呢是2% 星光大師呢1.2% 皇家大師1% 那皇冠大師呢是0.5% 尊王大師呢是0.3% 那我在2016年的 我在2015年的9月 成為自動型的銷售大師 在2016年的7月成為鑽石大師 2017年的1月成為自動型的鑽石大師 那麼在2018年的7月成為玫瑰大師 同月呢我進入領袖俱樂部 所以銷售大師自動型的銷售大師呢 是我們成功的必進之路 而且是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環 那麼在韓國呢如果是你是一個 自動型的銷售大師 99%能夠進入到領袖俱樂部 自動型的銷售大師你已經成功了 你已經有了被動收入了 這是進入了我們被動 我們收入的第三個階段 也是最重要的階段 就是被動收入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挑戰銷售大師 每一個人都要成為一個自動型的銷售大師 那麼你一定會成功的 那麼銷售大師呢 你自己本身呢是要一個是70萬PV 那左區再半個月呢 考核期是半個月 左區呢是250萬PV 右區是250萬PV 那除了三套HIMOHIM呢 這是一個一次性的獎勵 三套產品呢 還有一個產品的證書 那銷售大師呢 半個月的獎金是500塊左右 上下的有一個N價在裡面 那鑽石大師呢 那鑽石大師呢 你左區有兩個銷售大師 又區有兩個銷售大師 除了三套產品以外呢 你還有一個iPad 那鑽石大師半個月的收入 大概是500左右半個月 900左右半個月 鑽石大師 玫瑰大師呢 那我曬一下我的收入喔 Sorry 我要曬一下我的收入 等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我的玫瑰大師的收入 那我在今年三月的收入 那我的收入呢 從2015年的 從500多塊是我的第一份收入 到這個上個月 那我的收入你們猜 增長了多少倍呢 我的收入增長了幾乎是60倍 那我今年是已經是50歲了 那如果是我現在失業呢 我去找一份工作 我找到 我可能找到一份2萬塊錢的收入嗎 應該是不太可能啦 對嗎 那我怎樣去找一個企業呢 四年裡面給我加薪水 加了60倍呢 找得到嗎 錯了 找得到 愛多美 這個是我三月到四月的收入 玫瑰大師的收入 那大家可以看到 收入已經非常穩定了 那我們的 我們每個大師的收入呢 都是證明了 愛多美的收入呢 是倍增的收入 只要你努力 只要你能夠堅持 一定能夠得到成功 那玫瑰大師呢 半個月他可以拿到 大概2000到2500左右 那除了這個玫瑰大師的固定的 半個月的獎金以外呢 我們還有一次性的獎勵 那時候就沒有產品了 就是現金了 我們大家都很喜歡現金對不對 2500啊 2500的現金 還有旅遊券兩張 那去年呢 公司獎勵我這個旅遊券呢 我是帶著我爸爸去的 那我爸爸去了以後呢 本來是家裡人 其實都蠻不喜歡我做直銷的 去了以後跟我這樣講 我爸爸呢 是一個書畫家 他說 女兒啊 你一定要好好做愛多美 這個愛多美 真的是一個很善良的企業 所以呢 我們為了自己的愛的人 為了自己的家人 一定要好好做愛多美 大家說好嗎 那星光大師呢 是半個月裡面呢 你有 星光大師那時候 你要維持 同一屆位玫瑰大師 三次以上 那第四次的時候 左邊你有兩個玫瑰大師 右邊有兩個玫瑰大師 你就可以晉升為一個星光大師 那除了每半個月呢 有6000塊左右的獎金以外呢 你還有一次性的獎勵 旅遊券四張 還有現金一萬兩千塊 多不多啊 你們就這樣滿足了嗎 那我們看一下下面呢 那黃家大師也是一樣 同一個界位呢 星光大師 你們要維持三次以上 第四次才可以晉升到 那個黃家大師 那黃家大師也是一樣 左邊兩個星光 右邊兩個星光 那旅遊券四張 那這時候就開心了 有註冊費用了 1200塊喔 還有現金一個月喔 都到你的帳上喔 現金2500塊 那現金是6萬塊 信用卡是2500塊一個月 你們滿足了嗎 不滿足的舉手 那你們跟我一樣 那你們跟我一樣不滿足 那我們再看下去 黃冠大師也是一樣喔 要同一個 同一個聘位要維持三次以上 那第四次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晉級 那你左邊兩個黃冠大師 右邊兩個黃家大師 那你就可以晉級成為一個黃冠大師 除了歐洲旅行券四張以外呢 還有每個月的信用卡 6000塊 多不多 哎呀我聽到不多啊 跟我一樣啊 我覺得不多 那現金是43萬 43萬多不多 還可以對嗎 那重頭戲在後面對不對 那接下來其實也是一樣的 你要維持三次的黃冠大師以上呢 在第四次 你的左邊有兩個黃冠大師 右邊有兩個黃冠大師呢 你就可以晉級成為尊王大師 那你可以將得到呢 就是半個月是13萬左右的新幣吧 半個月13萬左右 剛剛那個黃冠大師半個月是66萬左右 那歐洲旅行券呢 尊王大師是四張 還有司機配備 還有一個月的信用卡呢 是15000塊啊 哇到處可以請客啦 在韓國呢 聽說尊王大師請客呢 還要對對方說謝謝你 謝謝你 還有辦公室還有秘書 那我們看一下 重頭戲還在後面喔 這是我們普韓級統治長 親自設計發明的 他用叉車 把130萬的現金送到你的手上 棒不棒 那李德 李德佑尊王大師的妹妹 李慧珍女士呢 是我們這次第六個尊王大師 那她這次拿到這個130萬呢 現金呢 她馬上把這個130萬捐了出來 那為什麼愛多美呢 愛多美不但讓我們拿到很多獎金 也讓我們有一個真愛靈魂的心靈 我非常欣賞她說的話 她說我現在到處可以到全球去做幫助人的事業了 那我們在這裡呢 每一個人都要把愛多美 當做一個幫助人的事業來做 我們一定能夠做到尊王大師的 大家說對不對 董事長說做愛多美的條件是什麼 當一個專業的消費者 還有呢我們要增加學習的速度 那我們公司呢有自己的成功系統 那打破了其他傳統的一對一的教學 我們是橫向並列的方式來吸收我們的信息 那這樣才能夠產生倍增的效應 那我們公司呢有中心說明會 在全新加坡呢有七個中心 那全部都是免費的課程 那還有一日研討會兩個星期一次 分別在星期五的晚上七點半到九點 星期六的下午兩點到五點 中英文交替現場中英文翻譯 那這些課程呢都是免費的 還有成功學院也是兩個月一次 那中英文交替現場有同步翻譯 然後包括了呢如果是找鳥票四十塊 包括了門票還有海外的領袖 還有本地的領袖的精彩的演講 還有早午兩個茶點午餐 還有包括金美禮包好不好 那我們公司的愛多美文化呢 那是原則中心是非常要強調的 所謂沒有規矩不成方圓 那我們愛多美是要走百年的企業 必須要我們每一個會員呢 以非常正直善良的心呢去達成這個共識 我們大家齊心合力一定能夠成為一個尊王大師 那原則中心的第一條呢就是禁止囤貨 我們不需要為了獎金而囤貨 禁止囤貨 第二條呢禁止搶線跳線 第三條呢是禁止自行網路販賣 禁止擺攤 那我們普韓級董事長說 次元超越 次元超越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想像一下當尊王的感覺 我在台上呢看每一個人都是尊王大師 如果每一天呢我們看那個PV 哇 撐撐撐上去啊 每個月拿幾十萬好不好 我們大家是不是露出嬰兒般的笑容 每天都很開心 這每天都吃Vitamin M嘛 爽不爽啊 那李生淵博士說要成功呢必須有三個條件 第一個呢要有冷靜的頭腦 那我們大家都要選擇一個有前途的公司 那我們知道你們下面都很冷靜 這裡應該有掌聲 因為我們選擇了一個太棒的公司了 第二個呢是要有溫暖的心 我們大家都要做一個正直善良 做一個堅守原則的人 第三個最重要的是勤快的手腳 要付諸行動 所以為了我們所愛的人 我們一定要努力一陣子 幸福三輩子 祝大家事業像爆米花一樣 砰砰砰爆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